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长辈一定要留心自己的身体 过完年后呼冷呼了礼拜四以后会有一波强冷 这强冷说是到11度 11度以现在台湾的情况几乎是寒流 但是寒流不可怕 可怕是人心 昨天妙德森上校把管过世了 62岁 说他是为了反连改是小看他 他其实为了坚持一个大事大非 你可以看他一生的作为 都是在捍卫中华民国 包括小董曾经在节目上讲 他从广州走路到卢国桥 他表明的就是过去 黄埔的精神 然后他们从北华 抗日 然后他的精神就一路不变 如果假如是抗日圣地 所以他用走的 一个人 穿着北华时候的服装 然后 4月7号开始走 走到7月7号 就是抗日当天 走了3600公里 花了94天 他的精神就是这样的精神 所以他为了反连改 那是小看他 但是 你如果去看网路上的酸民 把他贬损得非常不堪 各位 现在台湾最令人 寒心的 我说寒流不可怕 就是我们很多人 尤其是年轻人 我讲主要 主要是年轻人 就是他们 那种良薄 没有羞耻心 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 各位朋友 你如果到网路去看 小董是 非常看不起网友 就是这样 多数的网友是垃圾 小董 我从来不 后悔讲这种话 到电视到电台 我都是这样讲 就是垃圾 那种良薄 不是只有叫酸民而已 酸民就是酸一下而已 那种良薄就是 他对待一个死者 我们死者为大 他对待一个死者 他是这种态度 这些年轻人对国家有什么贡献 没有 他们是米虫 他们就吃国家的 妙德森上校 捍卫国家 很多人说 他没打过仗 现在谁打过仗 他捍卫海疆 捍卫外岛 让人家不敢来换 站在那里人家不敢来换 你说 你站那边他没有来换 你又没跟他打 这种就是讲话良薄 不要脸 各大学的那些米虫 什么大学生 羞耻心 对不对 只会花父母的钱 花国家的东西 享受很多免费的东西 然后每天嫌不够 不要脸 真的 我们在大 我们现在台湾就是教育经费太多 养一些不要脸的人 没有羞耻心 没有同理心 我们根本不是在养人 你知道吗 我们养那些人不是人 我们认为是在养 养大学生培养什么 不是 那些哪是人 养出来连人都不是 浪费国家的粮米 他们才是真正的米虫 各位 我们的米虫在哪里 在各大学里面 最多 还有一些年轻的 对国家毫无贡献 每天在那边酸言酸语 但是 各位朋友 你看 台湾 你要讲什么东西是公道 你就是用比较嘛 对不对 很多人很会讲 讲得是蛇灿年花 很会讲 那你拿来做比较 比较就经不起考验了 昨天 研人会通过了核四 二号机 说你可以重启了 你没问题 今天有记者去问赖清德 说你不是重启核四嘛 重启核二厂的二号机嘛 赖清德很不高兴 打两句话掉头就走 跟他平常装作风度偏偏不太一样 赖清德平常是很会装 装作自己好像很和善 很会做功德 其实没有 但是我们看 反而团体哪里去啊 当然不是有一对反而团体吧 你是不是看破手脚了 各位朋友 小统讲核人 讲核电 讲多少年了 这么多年来你证实 小统讲的才是对的嘛 对不对 你过去看那些 你做到那些反而朋友 跟他结交啦 要不就少往来我不骗你 那种人就是身性良薄 他哪一天就会出卖你嘛 他就看 大家反而好 我们一起反而 抢到一个名牌包嘛 就是那种心理嘛 我就反而我爱台湾 不要脸 爱什么台湾 你反而你今天 你今天要去包围赖清德跟蔡英文 今天说一套做一套 你台湾有什么比这个更丢脸的 赖清德被人家一讲 辞穷啊 其实讲不出来 还要硬拷 对不对 他就申请大修后再 再运转 这个不叫做重启啊 你大修时候停下来 然后看说哪里有坏 然后把它修好 然后把它修好 不叫重启 他在用这种名词里面 去躲避 你今天反核就反到底啊 你为什么要占人家便宜 为什么要占核人的便宜 占核电的便宜 对不对 你把核电讲得这么不堪 人类 台湾人 一秒钟都不能跟核电共存 既然你讲得这么危险 一秒钟都不要跟他共存 马上所有把他停掉 对不对 我讲这个是道理嘛 你说没有没有 我们要到2025年 我们才要怎么样 那就证明你不要脸 你讲东西是假的 你讲的 核电如果这么危险的话 前台湾 林安嬷 你孙子 老老少少 哎呀 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 不要不要 赶快把它停下来嘛 被你讲的就像一颗 原子炸弹一样啊 那就停下来啊 马上停啊 各位我讲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 既然那么危险 为什么要等到2025年 搞不好明天就爆炸了 你们说等于说多少颗原子弹嘛 搞不好明天不小心就爆炸了 对不对 赶快把它停下来啊 为什么要把它重启 这是简单道理 小董讲的东西有简单道理 你要来对照 那过去 过去是怎么样 过去马航九执政 他是反对到底啊 他希望你通通关掉 然后让你每天店不够 然后坐金见拙 对不对 他希望你马航九执政不好嘛 明朗的邏輯就这样 只要别人执政我就捣蛋 我就扯后腿 让他执政不好嘛 对不对 敌经已经占领一个山头 我们要去攻山头 然后 他们在背后扯后腿 打打冷枪啊 我们不是被敌人打死 被被后面的 同船的 同一个阵营的民进党打死 他打你冷枪 他不希望你打成功啊 民党就是一个 这么龌龊不要脸的党 垃圾的党 有垃圾的领导人 蔡英文 他们在做这档事啊 台湾需要就需要到这种地步 各位你如果看 但是 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情 最后没有办法进步 你说 台湾 不管政治人物 或者我们这些所谓 明嘴 就谈论一些政治的事情 其实大家脑袋都差不多了 没有比谁聪明到哪里 聪明也未必真的 能办什么事情啊 柯文哲号称157 不就是个饭桶吗 你找个110120的 做事都比他认真 比他有效力 那就是个饭桶啊 草包啊 其实大家的智商都差不多 都知道怎么做 只是 你也没有决心说 我要把它做成 那就是叫死命感嘛 对不对 我全力努力去做 做不成没有关系 但是我要全力啊 全力去做最重要 妙德森上校他全力去推动 他牺牲性命 他全力去做 所以大家敬仰他嘛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很多人 出一张嘴巴 很多人 别人要做好 他一定在 偷偷阻挡 或者明目帮 张胆的阻挡 然后讲漂亮的话 每个人都知道 台湾不能稀好 应该怎么做 台湾应该怎么做 谁不知道 知道啊 能不能做 不能啊 那今天你看到民进党 他们在做的 最主要在做什么 民进党想法 并不是说我要建设台湾 让台湾更好 民进党想法是 我要继续执政 国民党的想法是 我要继续执政 所以我要做好 让老百姓有感 国民党的想法在 一般民主国家是 有用的 在台湾是没有用 因为台湾人 刻薄寡 他不会觉得说 你对我这么好 我就报答你 不会 因为我有意识形态啊 国民党 外来政党嘛 对不对 蒋介石嘛 你就这样讲 你给我多少好处 那是你在补偿 你在赎罪 我们台湾人刻薄寡 已经到了匪夷手势 忘恩乎义 不就是这样吗 每个人讲 哎呀自己都有办法 都有钱 你看那些台独 哎呀 挥洒出来就多少钱 你看民进党在选几 第一次出来选 那看板现在至少花了三五百万 你可以想象吗 怎么可能 我每天经过万华 经过中正期 我住板桥 一来 看板几十遍 已经挂了三四个月了 这个挂下去 挂到年底选几 这开销哪里来 以我收入 以我收入的五倍 我都出不起老实讲 我缴的税是蛮高的 各位想想看 他们有那个能力吗 有谁在赞助 不用讲 背后一堆君主嘛 君主支持你要干嘛 你将来捞好处啊 台湾怎么有这么多君主 过去国民党执政 他提供一个环境 让你可以赚钱啊 可是没有人去感谢这个 很多人很有钱 啊 我因为我祖先留了地 你祖先过去留了农地 表示你家是贫穷的人 你家不会有太多农地啊 不会有太多农地 怎么还会那么有钱 因为变成建地啊 对不对 可能剩五分地 变建地 你财产变了有好几亿 怎么来的 国家进步 附近有人都建设起来 你就这样 无端的 就变成富豪啦 台湾很多人是这样 他会感谢谁吗 不会 他认为他祖先有德 但是你今天看到 一个不感激的民族 一群不感激的人类 我有时候都想 我们不要耗太多薪血 就随他去嘛 人总会有报应的嘛 但是 小董还告诉各位朋友 你在台湾 你如果只靠意识形态 你能够走多久啊 你能够在国际社会走出半步吗 你很有钱 你能够再用一代两代吗 你没有办法勇气 没办法 所以你看到这些可笑的人 然后他们 自以为得益啊 各位 不要太在乎台湾 我们台湾现在还在讨论 要不要废除 非常可笑 对不对 还在讨论 管装品要不要给他上任 1月5号就选完了 3月6号还不给他上任 协校都开协了不给他上任 是我就爽啊 怎么样 因为你不是挺台独的 本省人 我就不爽你啊 就这样 就一个政府可以玩到这种地步 然后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有东西 任了一个位置 我要给谁就给谁 不是吗 水利会长就这样干啊 互联会我要掌握啊 因为有钱 所以我下来就要掌握 然后就每天楼子一些罪名 你可以看到这个政府 多么的无赖 多么的无耻 但是 各位你想想看 你今天在台湾 你只要看到政治这些 里面有没有一项 有点公平正义 道义的 没有 你就看到一个 握着挣钱 然后在那边乱搞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为所欲为 然后没有人敢讲话 然后每天讲 哎呀我们 在世界上 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你在世界上 你能干嘛吗 现在的中华民国 有一群臆臭的人在掌握 他们做的是不公不义的事情 你现在在国内做的是哪一件事情 他就是想 我就是要再执政 就这么简单 我就是要执政 所以我要打垮国民党 我要踩死他 就只有这样而已 那台湾 我们要让他更进步 建设更多 更怎么样 我们做不到 做不到啊 那没关系啊 我们用意识心态 来巩固我们的选民 然后把国民党踩在脚下 就这样啊 想法是不一样的 国民党只想 我们可以 多做一些建设 给大家好 人民没有感激你啊 人民这样把你踩在脚下 但是 我们今天看到民进党 所有的想法 为了再继续执政 要继续执政的话 很简单 年底就要 选择要打得不错 两年后 蔡英文继续言认 六年后 交棒给赖清德 赖清德 在做八年 民进党就在做这个算盘啊 不用讲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以后怎么样 接下来以后 国民党不小心被丢到哪里了 执政十六年就搞死你了 各位你看了台湾社会就是这样啊 台湾有什么 没有啊 台湾国际 两奖户子累积了非常多的资源 这些资源 民进党慢慢拿去用 他用你的 他还天天骂你 不够 不好用 就这样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台湾的情况非常 险境非常恶劣啊 你看小董在这里 我讲一个拆架大家都 从上个礼拜五讲 现在大家就 对不对 就很有感 可是你有办法解决吗 阮委会今天说 我们会要求他们要 要 以后不能联休三天 要求地方政府不能联休三天 这种农委会就叫无耻 他们只想执政 只想那个不想做事 农委会 农委会要负很大责任 为什么 我昨天讲吴英宁就是农委会派的 台北市政府跟中央各派一个 市政府如果要董事长 总经理就农委会派 那董事长是 副市长陈景进 这吴英宁就表示是农委会了 农委会今天假装 何世佬 他其实就是当事人 他把你家玻璃打破 故意何世佬说 我帮你找出凶手 不要脸 林聪贤啊 林聪贤 你好歹 跟过宜蘭县长 整个民进党的政府就无耻 推脱抵赖 对不对 小董第一天骂柯文哲 柯文哲要呼吁办责任 农委会又要呼吁办责任 柯文哲当然是个饭桶 还用讲 柯文哲很容易找到 因为他是市长 他那天出来 那天出来就是刚好严宵节啊 所以记者问他 他很不爽 你记者你以前对我很友善 现在怎么这样问我 记者要天天替你歌功颂德嘛 所以矛头就指向柯文哲 但是你看农委会 农委会派一个总经理 台北农场公司是 总经理制啊 现在有谁访问到总经理 吴英宁 大小姐 找一个大小姐 写过两本书 然后就干总经理了 因为他爸爸 吴成 总统府执政 号称农民私人 一家吃香喝辣 对不对 只要捧着民进党 大家吃香喝辣 就这样啊 有没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啊 你只要把 脸皮把它抹掉 比别人厚 把鼻子把它拉长 比别人敢讲 你就吃香喝辣 不是吗 事情发生这么多天了 有谁采访到吴英宁 没有 他只要求北农的 新闻发言人 发新闻稿对外就要应付了 各位 如果是北人怎么样 有这么好过吗 然后农委会说 我们要求地方政府 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不能休事三天啊 这种无耻之话 你听了真是会吐血 为什么 因为做这个决定了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吴英宁在 农委会有好几席理事 你要 你 这些理事 领薪水 领车马会 现在出的事情 好像他们不在场 你钱都领走 你不在场啊 现在装作 我集外人 是柯文哲的事情 我要要求地方政府 他在宰 指柯文哲你就要付钱责 有没有不要脸就这样啊 就好像我刚刚讲台大管中铭 教育部每天 已经给他八道公文 你应该解释什么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你那个兼职到底合不合 这种教育部就是不要脸啊 教育部里面有多少垃圾你看 为什么 因为 选出管中铭的临选委员会 里面有三席官方代表 包括教育部的 首席政务次长姚立德 你在场欸 你今天装作 欸我 我要求你说明什么 你要求说明 你在临选委员会 你就应该讲啊 你是参议这个委员会的人欸 各位你今天看到这些人 车马会照领钱照哪 然后出了事情说 欸和我没有关系 欸你是在场的欸 各位你今天看到这些什么叫不要脸 你今天看了可以刻案很清楚 民进党就是这种党 我所有好处都要拿 出了事情我通通不负责 不是吗 今天讲何人讲何事 何事 苏登昌当行政院长 蔡英文当副院长的时候 他们还追加预算448亿欸 然后现在何事好像都是国民党 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完全没有 和他们没有关系欸 各位你看这些人喔 就是那种嘴脸 那时候行政院会通过448亿的时候 反而第一战将 台大物理系教授的张国龙 他当环保署长他在场欸 各位今天每个人在讲 都好像自身事外 然后自己变成圣人 我最看不起这些人 等一下我来我们继续开吗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民进党嘉义县长 党内出选结束 由陈明文支持的翁张良出选 他代表民进党 当然嘉义县是民进党 胜利的大本营 那这边的选民很特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了 县长张花冠支持的 张明达议长落选 昨天的选战很特殊 为什么因为民调嘛 民调 当然澳部连连民进党 有一些他们胜利的地方都知道 只要党提名我就几乎笃定当选 陈明文跟蔡宜是嘉义的两席立委 嘉义他们前拿 那他们都挺翁张良 翁张良原来是农委会的副主委 那你可以看到这党险战打得非常激烈 怎么激烈呢 你要做民调大家都知道 现在任何政党 你摆不平就是做民调 而且要做全民调 全民调就是每个人我都问 那我要先讲对方 对方张明达 张明达去拉拢国民党的人 对不对 叫国民党的人 你们要叫你的支持者 接到电话都说支持我 这样我就会高 这是翁张良的指控 第二招呢 第二招我要怎么样 哎呀 我自己先做民调 我在花一些钱嘛 各位要知道民调的好处啊 民调是可以掌控的 民调可以掌控啊 可以怎么去问题目怎么掌控 然后怎么去设计啊 所以各位不要太相信 很多民调公司 因为他们都是有立场的 蔡英文当总统以后 突然多了好几家民调公司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正常的民调 比如说联合报 中国时报 TVBS 或者 过去 有公信力 台湾比较早做民调了 这些 譬如说盖洛普 怎样 这些如果做出来蔡英文的民调 不会好看 可是当你做出民调 我们这些 因为蔡英文 我们挺蔡英文 我们胜利到不要脸的民调公司 我们就马上做一份民调 那你媒体要报导 你就两份一起报导 哎 我就平衡了 民进党就是搞这一套啊 那欧张良 跟张明达选举的时候 昨天做民调 做民调的时候 前几天就有人做民调 做的时候我就知道哪几支电话 他是挺张明达的 对不对 你挺张明达 我把这些电话 我就持续一直做一直做 做好几波 有非常多的选民 就被我掌控他的电话 这些电话就是 这些电话 就是支持张明达的 所以怎么 我怎么搞你呢 各位 我怎么搞你 昨天晚上是正式民进党做的民调 三家民调公司 开始打打电话 支持张明达的人 家里电话打不进去 为什么 因为也有语音的民调 已经用电脑设定了 你就 也有人在问你民调啊 可是这个民调是语音民调 是假的啊 那真正民进党党部 要做的民调 打到这支电话 通话中打不进去 就只能再切换另外一支嘛 所以 张明达的就 你就 你的支持者就接不到电话 又有一支语音民调在干扰你嘛 那你以为那也是民调 那是假的 各位朋友你懂不懂 你以为那是 哎呀 党部在做 哎呀 语音民调 请问你这是谁 我支持张明达 你为什么支持他 然后一直 时间偷下去以后 真正党部的民调 委托的民调公司打不进来 这是张明达昨天的指控啊 他说怎么会这样 各位民进党很会嫌疾啊 当然他指控到底属实或不属实啊 但是这是一个新的方式啊 小董 我跑选战非常久 各种选战手法我都看过啊 你看 昨天也有 也有 那种赌盘的民调 赌盘民调是比较容易 赌盘民调已经用了大概二十五六年了 我都跑过啊 嘉义也有赌盘民调 怎么民调 怎么民调 很简单啊 我们赌谁赢啊 那你在赌的人 两方四亲立敌 赌的人 我只要拉一两百个亲友来投谁 然后我们 我们这十个人 对不对 赌小董赢 赌对方输 可是两个人势力很接近啊 怎么办 我这十个人找一百个亲友 拜托拜托支持小董 他还找一百个 总共兜了一千个 你一民调的话 我就赢啊 对不对 那我赢 我就可以拿到多少赌盘啊 所以我是为我赌盘去拼命 去努力 这个就是赌盘民调 就是你去投注的人 自然会去帮他拉票 因为你为了赢钱嘛 各位 其实各种选举 我看很多啊 但是我们当然比不上民进党 民进党的选举发招 这都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了 他任何选举他只要胜险了 所以你看台湾 这这么多年来 有争议的 有大争议的 选举 都跟民进党有关 都是民进党搞的 对不对 陈吉那时候跟黄金英打选战 只供黄金英 买票 花走路工 最后查证是没有 可是已经输了啊 陈吉赢一千多票啊 那最后怎么样 最后黄金英死了啊 各位 我知道前期啊 过去 吴敦利跟谢唐廷想高雄市长说 吴敦利有一个绯闻录音带 那是民国九八十七年啊 各位二十年前啊 那时候的科技当然不像现在 大家有手机有什么 那时候就是录音带 然后录音带就播啊 就怎么样 然后最后证明录音带是假的 各位我讲所有选举正义啊 最后的获利的就是民进党 最后谢唐廷赢啊 对不对 获利是不是谢唐廷是民进党 陈吉讲成黄金英 最后获利的是谁 陈吉啊 民投九十三年 两颗子弹 获利的是谁 陈水扁啊 对不对 各位你所有 全台湾所有那种有争议的选举 最后的获利 都是民进党阵营 啊谁搞出来了 谁最会搞选举啊 每个人都知道 你跟民党选举 他的招数太多了 因为他就是 非常会险急 险急以后有个好位置 有个好位置 就有很多钱可以支配 领国家的薪水 手上又有一堆钱 我就可以支配 我要干嘛就干嘛 对不对 我的支持者 他在挺我的基金会 挺我的什么团体 大家都有好处啊 所以你看过去 为什么缓和团体那么多 因为那时候马航九时代没有啊 现在为什么不缓和 又政府会给你钱啊 现在过去缓交易的 教改为什么没有 又民进党政府会给你钱啊 现在劳工运动怎么 反对的团体那么少 人那么少 又政府会给你钱啊 过去为什么那么多 过去国民党不给啊 或者给的少啊 民进党答应我们给的多啊 所以民进党用国家的资源 来喂养 他暑假的老鼠蟑螂 就这样啊 你今天在台湾看认诺活动 民进党做的明明就是 国民党做而被反对的事情 为什么没有人在抗议啊 各位你现在知道 什么叫走狗了吧 现在是狗连 狗连你更要认识走狗 台湾那些 所谓的摄影团体啊 百分之九十九 点九九九 都是民进党的走狗 所以他们现在不咬人 不废了 现在还在骂民进党了 没几个人 小董 狗会火车没关系 但是 我们看到民进党 恬然无耻啊 你骂他他明知道你讲的是对的 小董讲东西当然一定是对的 我讲东西百分之百是真 我都拿来做对照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看到台湾的选举 你会觉得 哎呀 现在各党党内初选 选得这么激烈 是啊 民进党又很多东西来引诱你啊 然后 从国民党里面找人来 利盈的那些电视台 就趕快找国民党那些 出来骂国民党的人 你来上电视最好 很多国民党的人自己觉得 哇我好红啊 电视台真香来找我 为什么要找你 我们找你就是要你骂国民党 等国民党倒了以后我们不找你啊 对不对 我举过很多例子吧 罗索雷季国动 现在谁找他 很少少之又少嘛 对不对 没有利用价值了啊 民党的资源很多啊 过去陈水扁当总统 过去我们公务人员希望他不要入党 我们希望党政经推出政台 对不对 推出电台 电视 推出媒体 都是啊 可民党做不是这样啊 陈水扁当总统 还是民进党的党主席啊 他说我当党主席啊 好 我来办一个精英路党 各界的精英路党 你看接受我陈水扁的号召 民估92年 不得了啊 连警察都跑去路党啊 跟阿扁献事效忠 各位 你觉得慌不慌妙 有没有人骂 没有 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天天骂 哎呀警察怎么入国兵党 金人怎么入国兵党 陈水扁是公然要求警察来入党 谁入党就表示对我效忠 陈水扁一直找侯友仪 侯友仪 你看 侯友仪 从南非武官官邸 抱出那个小孩的时候 全国认为真是警戒的第一英雄 侯友仪季啊 侯友仪不去啊 可是很多人去啊 什么人呢 有好几个我认识 吴正吉 对不对 谢温温 是 李秋明 都生啦 各位 你就可以看到了吧 什么叫党政不分 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欢迎小董真心话 小董真心话 当然 我做了非常多的批判 非常多的提醒 但是 各位朋友 我们都希望 这是一个平安的脸 我们都希望 台湾社会更好 更公道 可是有吗 当然不会有 从蔡英文被选出来 就不会有 这是必然的 今天蔡正如所做的事情 你要去把他对照马正如时代 这个就叫公道 我们当然很多事情要往前看 那今天 当然 你到立法院去 大家都在讨论 核式 核二货 为什么要重启 民进党 知道电不够用了 他知道 核电不用 就要 用火力发电 就只有这个 非A则B 非假则� 这个不用讲嘛 这尝试 所以 他现在要赶快去拗 哎呀我们并没有重启 赖清德这样讲 对不对 没有重启啊 我们只是大修以后 然后申请让他再转啊 各位 那不叫重启叫什么 你本来就应该停了 过去合一一号机 马振鲁时代也是税修修好以后 你们民进党要求说 不能再起 要起除非立法院同意啊 所以合一一号机 现在没有重启啊 各位我讲东西 大家都是用来做比较嘛 你就比较 你就知道 很多事情 还是马振鲁时代好 各位看 马振鲁已经卸任了 照讲可以不做事 他现在跑去花莲 万能空向 人能 花灰 对不对 都是很主动的 这个没有什么鼓动或怎么样 他又不嫌疾 对不对 很多台北人特地跑去花莲 说哎呀 我要去跟他照相 过年前最抢手的 马振鲁的春年 各位 可是 维护马振鲁 在任的时候 被骂成怎么样 民进党每天诋毁他 马振鲁现在走到哪里 人人欢迎 蔡英文现在走到哪里 人人想K他 不是吗 连花个红包 都怕被人家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随后 装作领红包的民众 你一那个 哇 通通出现了 各位你看那些花片都很好笑 拿来做对照吧 各位朋友拿来做对照 你对照以后你就发现 怎么会是这样 台湾社会已经变了 这变了就是 你民众 在让他变 然后你自己不知道 因为人人讨厌马振鲁 所以我们一定要蔡英文上 蔡英文上了以后 什么东西都可以改好 有吗 没有 他们只是忙着斗争别人 把别人踩到脚底 让自己再执政 他想法只有这样 他有什么新的措施 没有 砍金公教 踩国民党 抢互联会 他除了这些动作 他有什么建设性的 可以让台湾更好 没有啊 各位你要看很多东西 是要看颜警 比如说我们买一张股票 你要买个基优股 因为你看到这个老板 他带领这个阳工 然后他们正在盖哪里的厂房 对不对 下来又可以生产多少东西 是用这个来看的 可是今天你看到 民进党他就是个投机股 他在那边炒作 说别人不好 他出来啊 哇大家买 买了以后发现 他是空心菜啊 什么都没有 嘴巴很会讲 就这样而已啊 你今天看到 我们台湾的情况就这样 然后社会一来一乱 现在不是一来一乱吗 也没死刑 你说小董 前几天那个判死刑 是啊 判死刑他不会执行啊 而且他只是一审啊 你看台大的精英 谁生 杀了他女朋友 几十刀 判多久 十五年 十五年 事情发生到现在 他都快出乎疫了 他从被收压到现在 他都快出乎疫了 对不对 十五年 有期徒刑 表现好 然后他又是精英 他在里面教人家 怎么玩电脑 上两堂课 教受刑人 加婚 他根本不用 关十五年就出来了 各位 你现在的判决 等于说他快出乎疫了 我讲这个节不夸张嘛 死刑 有谁理他 马航九时代 他常常被我修理啊 对不对 我骂他死刑不执行 马航九时代 执行多少人 的死刑 三十三个 民进党的支持者 那些人 都到海外去找人来骂马航九 马航九时代 最后一个 被枪劫的 被干掉的人 就是郑杰 就是郑杰 该不该杀 他无缘无故 杀了四个不认识的朋友 在捷音战 造成全国大恐慌 全国大恐慌 枪毙了 但是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还有四十几个 民进党是不会执行的 不执行啊 邱台湾不会执行 其实每个显民在投那张票 的时候 他就知道不会执行 所以今天不要再厌叹 小董我可以抱怨 因为我不会投蔡英文嘛 而且我显前我就在讲 你投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 所有后果跟我讲的一样啊 洪中秋安 我被骂得很厉害 我跟唐湘龙 陈慧伯我们都被修理 现在判决什么都出来了 所有后果跟我讲的是一样 没有不一样啊 核四被冰封 核电会不会民进党把他停 或怎么样 不会嘛 然后你这些 弄一弄 你最后你还只能加火力电厂 所有讲的跟小董讲的一样 对不对 311快到了 311五周年 311发生 小董就讲 哪些新闻是假的 全世界只有我对 各位 不是吗 他们说 日本人派50个壮士进去 赶快要修理里面 哦 怎么样怎么样 3个月之内 这50个会死 百分之七十 小董第一个时间讲 不可能 一个人不会死 全世界引用 英国美日电信报一发出来 全世界媒体都引用 台湾也一样 不可能 我有尝试嘛 有没有死半个 没有一个人没死 没有人因 这50个没有因辐射而死 没有啊 每个人都在那边起哄 你知道吗 全世界只有我讲的是对的 但我不是要用这个来自我表公 我告诉各位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头脑冷静去想 可能吗 你平常接受的知识 多少是民进党 或者那些垃圾报纸 灌输你的假知识 假的 我就告诉你是假的 或者是新闻 是断章起义的 但当起义就是 告诉你A不告诉你B 前因后果不告诉你 他有一些东西 是很前面的 我们要前面了解才知道 可是民进党或那些媒体 是不会告诉你的 台湾要进步 你要看 更多的信息嘛 我提供更多的信息 但是 各位朋友 你如果想一想看 我们 每年 两年就会碰到一支嫌疾 嫌疾里面就会很多假的东西 你要知道 真的东西 你要认识 真正哪些人 他的行径 或他过去做过什么事情 小董一定最清楚的 现在离嫌疾很久 我告诉你 我上个礼拜都已经被 只有电视台定了 把小董当天的时间全部定了 董哥你讲的东西最公道 最熟悉 我时间 现在才过年 时间全部被人家定了 就你来评论 最公道 我不是超大吗 我不是太好了 我来评论